网剧《花落宫廷错留年》中的纳兰姓德结局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纳兰姓德曾经和年书元相恋,最终他娶了谁? 《花落宫廷错留年》以年书元与太子及贺兰三人之间的爱恨纠葛为核心, 讲述他们在宫中与皇室众阿哥及众臣子女深陷于情感漩涡与夺嫡之争的故事。 康熙在位年间,出现了九字争处的景象, 太子印仁,似阿哥印真,年是兄妹年庚瑶,年书元, 荣宪公主之间关乎皇位权谋之争,最终四阿哥印真夺得了皇位。 在争处之间,众位皇子之间相互较量,党派之间的分化尤其严重。 在二次废除太子印仁之位后,四阿哥印真与八阿哥印四之间的斗争尤其明显。 诸番较量下,四阿哥印真成为了雍正帝,而八阿哥印四落败。 太子印仁与大清第一财女年书元之间的爱情可以说是贯穿整个剧的线索, 两个不属于同一阵营的人相爱,可以说是历尽了千辛万苦。 太子廖彦龙氏对年书元李沙明子的爱是热烈张扬的,为爱他可以不顾一切。 贺兰同样痴痴地迷恋着太子,对于曾经和他亲如姐妹的年书元被太子狂恋, 度火在他心里燃烧。 而四阿哥对年书元的爱是深沉且浓烈的,为爱引人却不甘放手。 纳兰姓德与年书元是青梅竹马的恋人,纳兰姓德寄情于诗,倾诉思念。 磕磕绊绊,几经周折,最终年书元情归何处。 剧中的年妃便为大清第一财女年书元,出口成章,颇有文才,射箭也是很准, 就是文武双全的财女加美女。 而年书元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男朋友,那就是纳兰姓德, 剧中的年书元很是喜欢纳兰姓德。 纳兰姓德结局 纳兰姓德,叶赫纳拉氏,自荣若,满洲镇皇其人, 原名纳兰成德,一度因避毁太子宝城,改名为纳兰姓德。 大学士明珠长子,其母为英亲王阿基格,第五女爱新觉罗氏。 纳兰姓德生于顺治十一年,他自幼宝读师叔,文武兼修, 十七岁入国子鉴,被纪酒徐文元赏识,推荐给内阁学士徐前学。 康熙连其才华,又因出身显贵的缘故, 被康熙留在身边受三等侍卫,后晋升为一等侍卫。 多次随康熙出巡,还奉旨出使梭龙,考察沙俄亲边情况。 康熙十三年,纳兰与梁广总督卢星祖之女卢氏成婚。 康熙十六年,卢氏难产去世,纳兰很是伤心, 为自己的妻子写了大量的道文。 纳兰姓得于康熙二十四年,与好友聚会,后一并不齐, 七日后,于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逝世,年仅三十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